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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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讲这个话题 我相信大家都 关心的了 甚至乎有些 家人、亲人 一些长者 可能也会 特别注意的 就是 大家都注意到最近是专天气 天气急降 很奇怪 几天前才说是 有史以来最热的秋天 33度最高温 突然之间几天后 就说有史以来最低温的秋天 只有22度 所以面对着这些天气 现在就是秋天 然后接着来的冬天 所以今集我会详细 做一个 懒人包 请教一下伊斯 我想先抽一抽 这个时间去请教一下伊斯 因为有一个你的粉丝 他是有条问题 很想问你的 托沃要问你的 他就说不知道是否因为 转天气的问题还是怎么样呢 他就最近这个 不知道左边还是右边的膝头 突然之间 可能有时起床 坐下的时候 会听到啪啪声 但是他说完全没有痛 没有痕 没有肿 没有红的 纯粹就是凡是起床 坐下 就啪啪啪啪啪这样 嗯 那他就会害怕 我明白 首先要知道他的 啪啪声 主要是波罗盖 是不是波罗盖 是的 那是我妈妈 我是你的粉丝 婆婆 他有一些外质和内质 是的 可以留意了 他的声响 就是喀喀声的来源 是偏向外面 偏向内致 因为内外质的根件肌肉 某一边比较紧 他也会把波罗盖拉歪了 变成波罗盖 就会不断撞 撞击骨头 下面还有两个骨 去支撑住 膝关子的组织 是的 所以要了解了 他究竟是哪种肌肉 出现僵硬的问题 那当然如果你说 不知道哪种肌肉 搞不清楚 都不重要 如果假设真的 没什么特别的 不舒服 纯粹是听到那些 关节的声响的话 可以用了 热毛巾 乱敷了 关节周围的位置 先 让他的筋 和肌肉 可以放松 然后看看这个情况 有没有改善 假设真的没有改善 才考虑再做针狗 又或者推拿复毁 嗯 嗯 当然内科来说 这个也和肝臣虚虚有关 也是我们今天其中一个 主题的内容 天气开始转动的时候 老人家最容易出现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痛症 是的 那我们可以把菠萝钙 发声归来在痛症的范畴 那痛症呢 那痛症呢 除了是跟肝腱肌肉 不协调之外呢 也都跟肝臣虚虚有关系的 而天气转动了之后 那很容易会令到气血活动的 对于肝腱肌肉的肝腱肌肉 变成了容易出现气滞血瘀 又或者平时呢 可能本身都是肝腎虚虚的人 他们在这些转动的时候呢 气血不足的情况呢 会更加明显 更加浮上面 是的 所以呢 通常这些季节 或者转天气的时候 老人家很容易出现 腰酸背痛 或者关节无力发远体 这些情况 另外呢 有部分老人家 他们可能的关节 会容易出现虹肿热痛 或者活动功能下降 这些情况 所以我们在这些天气里 我们可以着重 保肝腎抑症的一些食料 例如呢 可以用道众 挡心 杞子 去煮鸡汤 如果是有三高的老人家 你煮鸡汤 你可以用皮 扔了皮 才去煮 这样就没那么油 相对来说 比较健康一点 另外呢 也都要 喝汤的时间 其实都可以留意 因为通常晚上 吃完饭后 我们的活动 就会少了 可能吃完饭 就坐在那儿看电视 又或者是玩电话之类 之类 所以如果有时间的话 尽量把喝汤 改起下午 或者午后喝 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这些时间 喝汤 它会一来比较容易吸收 二来容易混化 用出来 对身体也比较好 第二个就是 长者在这些季节 最容易出现气管的问题 例如我们经常说的 气管敏感 这些问题 其实都是跟 肺神的气不足 而引致的一个情况 例如感觉自己的气好像不够 走两步路 都要休息一下 会喘 这些都是跟气管敏感的关系 当然有部分人士 比较严重 有机会出现 酵喘的症状 可能需要用一些 我们叫做喷气 一些西药 去宣援气管 令气管扩张 如果中药来说 我们通常就会从调理去着手 所以这些也都要留意 比较常见的一些秋冬的问题 医师 好了 那我们不如 叫我打拆一下 我们不如正式去讲一讲 秋冬饮食 或者秋冬 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的问题 这一句大家不要觉得很浪费 秋天气候的特点 秋天就干 就是醋 我用中医的角度去问医师 其实秋天我们需要 我们正常人 或者我们一般老中青 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秋天的天气可能大家都感受到 因为现在都已经住不后了 秋天在五行来说 是属于金的 即是费金的 那气是向下走的 而且它会偏向干燥 所以呢 我们经常都会用秋高气相 来形容这个季节 当然在香港来说 就算OK 因为本身香港都是偏向比较潮湿的地方 但是如果你们再去内陆的地方 例如北京 那你会在这些天气感觉到 是非常干燥 甚至皮肤容易出现龜裂的情况 是的 所以我们在秋天 如果以条例来说 我们会主力做润币这个养生工序 是的 如果以小朋友来说 是不是下一个 是的 那么小朋友来说 都是容易出现肺的问题 是的 但是呢 肺的问题呢 它会偏向肝的一些问题 例如肝咳 是的 或者是哮喘 这些情况 是的 那肝咳的话 会是以肺音不足 就是肺音規虚 为主要的问题 烤蜆就因为它的时间拖得比较长一点 所以很多时候就会和肺神良虚有关系 是的 如果以汤水来说 我选另外一款汤水给各位 是的 那款汤水就是农利业 来到汉果去煮朱展瘦肉 来到汉果去煮朱展瘦肉 陆利业 来到汉果煮朱展瘦肉 是的 其实挺好的 这款汤水 是的 那这款汤水呢 它可以做到肢音润制的功能 是的 那还有就是 再来下一个好吗 我们讲一下 青藏年 青藏年的一些上见的秋天问题 是的 肺呢 对不起 金的属性 除了和肺有关系 也都和皮毛有关系 皮毛就是指皮肤和毛发有关系 所以当肺气不足的时候 就是在天气有那么巧 可能粗劳过度 就是假设这一段时间 可能经常都要OT 或者一个人要做两个人的工作 那很容易就会抵抗你下缸的 这个也是我们所说的发气規虚 而发气規虚的话 你的表面的一些皮毛 就有机会出现一个 一个扩张的情况 就是我们如果以中医的看法 就会把它称为皮毛稀疏 是的 那简单来说 就叫抵抗你不足 所以在这个时间 又刚刚转天 有风容易吹到 又没有穿到衣服 就很容易入风 就是我们老人家所说的入风 而容易出现感冒的问题 当然感冒很多时候 就会是风寒雜表 就会有先的 是的 当那些风寒的问题 入了去身体 而没有即时地将它疏风 散寒 就有机会出现化火的情况 就是会转成热气 是的 所以呢 初期感冒 可能你会见冬 流鼻水 有少少头痛 这些症状 或者肩颈膊痛 这些情况 但是过了两三天 如果感冒加重的话 你就有机会 除了流鼻水之外 有可能吸收 或者有发烧的情况 所以这些情况 我们就要看医生 因为看医生 你会比较快 去处理你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容易出现皮肤的问题 例如是濕疹 即干到皮肤出现一个 痕氧、脱皮、爆炸 甚至是龜裂的情况 濕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相信很多人都 是啊 在香港比较多些 当然除了跟天气有关之外 很多时候我们观察到 是跟压力有关系 例如我们 之前我曾经看过一个 年轻人十五六岁的 他的脚是长期都是烂 烂到是出了水 連蜜都会有些十五岁的情况 是的 所以这些情况 就要留意了 而年轻人 刚好又是DSE的 准备的时间段 嗯 好说 医师 我试试教大声 你的咪 如果大家 可能就着声话 有些问题 其实都可以 随时出声 OK 那医师 有个观众 阿鱼煙汤 他问 医师问下你 肉粥煲汤 有大股味 那有没有办法可以去除 一般他不用 肉粥呢 嗯 嗯 其实没有的 或者你可以加一点 蜜组 去帮到瘦的 是的 或者你改个第二个东西 一起去煲 是 是 因为 这个是他本身的药材 的味道 我觉得挺耗人 所以我又没有这个 关系 是 OK 好 那会不会清楚一点 好啊 好啊 好 我们继续 嗯 是啊 那我 我较大了一点 是啊 嗯 是不是老人家 在这个秋冬呢 通常那些常见问题 都会比较 比较理智为多和严重呢 嗯 会是的 所以呢 天气通常 开始转动啊 或者入秋之后呢 会 我们都会多了 多了人过来扣尘的 是的 而老人家呢 在这些天气呢 会特别容易出现不舒服的症状 那好像刚才一开始 讲到的那个情况 多数呢 是因为长者的体质是肝臣規虚 而令到他们容易出现一个身体的疼痛 或者是不舒服 或者是气贵敏感的症状 那如果以汤水来说的话 我们都会是用一个 做一个 壮腰健身 又或者 再加一点点滋阴的东西 去煮汤啊 是的 所以我在这里 我就会推介 用道重 荡芯 杞子 和鸡一起去煮的 这一款汤水 是的 那记得汤水尽量在下午或者午后喝 那效果是最好的 嗯 伊斯人 我想问一下 你有没有听过有一句说话呢 其实有一些算命师傅呢 他们有这样讲过的 就是一些民间智慧来的 就是说呢 中秋呢 或者秋天呢 就是很多时候是一些人的连关 嗯 是的 就是可能例如就是说 如果那个人 他可能很容易 就是他可能算命 他是过不了今年的了 又或者呢 他是有一些长期病患 这样 可能平时都是钓住 这样 但是一到秋天 或者中秋呢 就很容易呢 就真的会离开了 其实如果就这样 纯粹这句说话 是不是都贴合到一些中医的可能理论呢 你觉得 嗯 这些情况呢 他本身的人呢 体质一来是偏弱 是的 二来呢 很多时候呢 是由于一些爱感病 而令到他的器官功能衰竭或者下降而出现的问题 是的 如果转天的时候 老人家就比较容易出现不舒服 尤其是肺气比较弱的老人家呢 尤其是肺气比较弱的老人家呢 他这些天气呢 就要更加留意身体的状况 因为呢 肺气規虚呢 他们很多时候会容易出现 咳嗽啊 发烧啊 流鼻水的情况 是的 那当然情况你没有及时地处理好的话呢 有机会会进入类 就是我们叫做有表入类的这个症状 那入了类之后呢 他就很容易会扰乱其他的器官 而令到其他的器官出现一些发炎 甚至是衰竭的情况 是的 有机会有些人可能就曾经有接触过 或者听过 感冒时间等久呢 会出现心机发炎 这些这样的问题 那这些也是转天的时候 老人家身体虚弱 容易出现这些问题 是的 那当你出现心机发炎的话 就很容易扰乱其他器官 是的 例如肺气 肺容易出现衰竭的情况 又或者严重一点 可能肾会出现衰竭的情况 所以在转动的这些时间 护理我们要做得更深一点 最基本就是 我们尽量要保护好我们的颈部 是的 或者是手腕 这些比较容易催着的位置 当然有些人可能更差一点的体质 有机会容易出现头风 即是头催着的一个情况 是的 所以出门尽量可以戴一条薄一点的围巾 又或者戴一条帽子 去保护住这些位置 是的 如果手腕容易出现一些不舒服的情况 都可以用一些帽腕 又或者穿一件长衫 去遮住 让它不容易入风 嗯 哦 手腕会入风 原来 是 没错 是的 例如 可以留意一下 有些人身体比较差的那一期 你出入冷气房 或者是你感冒吸收的时间 又刚好穿短袖衫 手腕那里 你会感冒冰冰的情况 通常这些情况一出现 你很快就会感觉到你的喉嚨 会痕痕 然后容易出现痰 又或者吸收这些状况 是的 如果 即是转天的时候 可能要留意一下 你们的手腕 以及你们的器官 是的 假设感冒那个时间 你尽量穿一件长衫 可以 蓋着手腕会比较好一点 是的 哦 挺有趣的 即是有时候 这些事情 即是我第一次听 就是手腕会入风 是不是有时候 例如说 那些肌肉 那些血管 即是那些肌肉比较薄 是不是有这些关系 还是一些理论基础 嗯 这个应该算是经验 经验 老身上探 是的 是的 那当然 有些人 他们可能会 对这一方面有些研究的 是的 那他们就 会更加多的理论 去支持住这个论店 哦 OK 于烟汤 他说 刚才我就提出了这个好问题 老人家过节 什么 老人家 老人家节令容易过不了 婆婆当年都是住酒店 避一避避过这个劫 那为什么我刚才问这个问题呢 就是因为 其实几年前就是我太太那边的一个长辈 就是中秋节之前就过世了 所以呢 就是 就是 我又不是继续记住这个东西的 而是刚刚就有一些 这些观众的留言 他们也是提及到这个 似乎是一些 也不是说习俗 但是是一些民间的流传下来的说法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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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